大家好,我是文静 目前美国大选陷入僵局 对我来说,这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说是意料之中,是因为从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 需要被替补开始 我已经感觉到这种安排可能是一种天意 意味着美国大选之路不会平坦 而当我了解到更多川普预言中的内容时 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因为神在预言中一再提到川普就是他选定的人 并召唤正义的人们集结起来和魔鬼撒旦作战 说是意料之外,则是因为 我虽然预想到左派民主党会试图在选举中舞弊 却没想到他们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造假 手段之恶劣,超乎想象 川普从上任之初就誓言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而他一路走来,也让我们亲眼看到 这沼泽之深,大恶之多,令人扎射 远的不说,就说从10月下旬爆出的拜登父子丑闻吧 不仅让一些腐败政客的嘴脸暴露无遗 也让大家惊讶地看到,早就掌握亨特拜登硬盘中犯罪证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 却在10个月中无所作为 而所谓的主流媒体,虽然对莫须有的川普通俄门穷追忙打 却对拜登父子的硬盘门丑闻默不作声 而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竟敢直接删帖封号 阻止真相传播,甚至阻止川普总统发声 新的爆料又显示,选举计票所使用的软件 会自动把投给川普的票记在拜登名下 不得不让人质疑,是否高科技公司也涉入选举舞弊中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会输掉这场选举吗? 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对未来仍充满信心 因为我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因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那魔是永远不会高出道的 这是永恒的真理 我也相信,川普是神选之人 只要他坚持下去 就一定能在这场神与魔的政协较量中赢得胜利 其实,除了马克泰勒的川普预言 在美国民间,甚至在英国和加拿大民间 有关川普是天选之子的传说 早已在各个基层教会传播 例如,阿米什人是基督新教重启派中的一个信徒分支 过着男耕女之的隐居生活 拒绝使用汽车、电话、电力等现代设施 在美国,过去300年来 他们通常回避任何政治问题 但是,在今年9月 他们中的许多人却离开隐居地 骑着马、水牛或者坐着马车来到城里游行 为川普助选 10月20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 川普赢得总统连任的机会甚微 除非闪电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 没想到,22日凌晨2点14分 在文章发表后30个小时 位于芝加哥的川普大厦 就被闪电连续击中三次 闪电还在空中画出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 维格诺是天主教会驻美国的前任大主教 在今年6月7日 他给川普发出第一封公开信 称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旷古未有的政协大战 10月25日 维格诺再一次致信川普总统 称此刻反上帝和反人类的全球阴谋 正在威胁着全世界的命运 一场善恶的生死大战正在展开 川普是阻碍深层政府的人 是黑暗之子最后攻击的人 而全能的主正在排兵布阵帮助川普 沃尔诺是美国著名的基督教传教士 曾经成功预言川普会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 10月9日 美国Newsmax报道说 沃尔诺说 上帝已经派遣了圣经中的大天使圣米加勒 带领一群大天使从天上下来帮助川普 沃尔诺说 上帝挑选了川普 一旦挑选了他 你打击他 你就是在打击上帝的选择 谁与川普对垒 就是在与神对垒 沃尔诺预言说 川普一定能连任 孙大索是印度耶稣福音会的牧师 他在10月18日上传YouTube的影片中说 他在祈祷时看到一只鹰的现象 那只鹰就是美国 这只鹰对着他哭泣 并告诉他 如果美国人选错了人 他就会跌落 从此不再崛起 孙大索还说神把川普总统的心给他看 川普的心在滴血 别看他在人前很坚强的样子 可是他很孤独 他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在面对上帝祈祷时会暗自落泪 因为他很难过 不过 孙大索提到 神派了三位大天使来保护川普 他还提醒人们 并不是说到11月3日大选结束就万事大吉了 因为有人想要颠覆一切 你们要继续祈祷 不是只到11月3日 而是要到1月20日 因为这之间会有大事发生 8月28日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对美国总统大选的预测 说拜登得财团49国扶持 靠不光彩的手段 使川普选票流失 排名落后 须月末拜登宣布当选 亥月初被川普发起意义推翻选举结果 拜登下台 有可能入狱 按照中国皇历 今年的11月6日 是丙须月的最后一天 而丁亥月则从11月7日开始 直到12月6日结束 从川普入主白宫的第一天起 就一直遭到几乎所有主流媒体 深层政府的强烈反对 遇到的难关一个接一个 但是 所有这些难关 他都一一挺过来了 就连他感染了中共病毒 都能奇迹般迅速康复 精力充沛地继续投入选战 没有神的护佑 能有这样的奇迹吗 有观众留言问我 上帝为何会选川普这个人呢 我想在以后的节目中 回答这个问题 也欢迎朋友们在我的节目下方留言 谈谈您个人的想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